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想长期使用的话 那款路由器是不太合适的 当时我推出那一期视频也仅仅是想说明一下 这个路由器是比较适合你出差啊 去外地的时候临时使用一下 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说是那个路由器的升级版本 就是来自New Wi-Fi的D2 这款路由器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我的这一款是在咸鱼上面收的 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在80块钱 我买回来以后使用了一段时间 折腾了一段时间 整体来说还是很稳定的 而且它所有的接口都是千兆口 有512兆的内存 整体来说非常非常的超值 当然我们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款路由器 同样也是沾了矿淡的光 就像前几期我推出的那个蜗牛星际一样 都是沾了矿淡的光 所以它们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便宜 这款路由器 我就不去介绍它的外观之类的东西了 因为这都不是重点 不过它这个地方还是金属的 还是蛮不错的 整体来说也不能说它难看吧 而且它除了拥有全千兆接口以外 它还支持5G的WiFi网络 所以还是很超值的 毕竟不到100块钱 而且它可以刷入Braid 也就是刷不死系统 这样它的可玩性就大大增加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Braid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是Braid Braid就有点像引导程序 类似于我们在PC上面用的UFI 不过这个大家都不用去深究了 大家知道怎么去使用就OK了 首先我先说一下 我对这款路由器 我使用过以后的感受吧 刚刚我也说了 它是可以刷入Braid 也就是刷不死系统的 这样它就可以写入很多第三方的部件 很多大神都已经针对这个机器 写了第三方部件 所以它的可玩性是非常高的 然后就是它的配置也不差 整体运行起来还是很稳定的 并且我在使用了 我拿到手以后 大概使用了四五天的时间 它的散热是很不错的 它并不像华硕的那个AC88U那样 发热那么的严重 它的表面永远是那种温温的感觉 没有烫的感觉 这个散热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并没有高强度的去使用它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无限性能 毕竟它还是一个拥有无限的路由器嘛 虽然它是拥有5G Wi-Fi的 但是它的5G Wi-Fi 说实话并不怎么样 比88U还是要差一些 不能说差一些 差挺多的 如果你家里并不是面积很大的话 其实买这个路由器 有可能还是够用的 我也只能说有可能啊 至于它使用插件以后的其他功能 就比如说科学上网等等 这个我们稍后再来测试一下 其实这款路由器可以说是集所有我们想要的功能于一身 只不过它并没有做的那么强悍而已 如果你的需求不大的话 这款路由器还是很值得考虑的 接下来我就一步一步的来教大家 如何在你买到这个路由器以后 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 当然如果你买的是已经让卖家刷好了系统的机器的话 那就会方便一些 不过呢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买原装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刷的原装系统的 因为大家去学习一下怎么刷这个系统 对你怎么去玩这台路由器帮助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最好是去买原装系统的 因为它的刷机非常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把它刷入 我刚刚说的那个BRAID 也就是刷不死系统 崩溃刚刚我录了半天 我所带的这个麦克风 它的接收器插错眼了 并没有插到麦克风的那个眼 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些都是用的相机自带的麦克风 包括一会儿大家看到的 我在电脑上的操作的部分 其实也都是用的相机上面的麦克风 我刚刚才发现 所以呢我把接收器现在插到了相机的那个麦克风的接口上面 OK在开始教大家如何刷机之前 我还是要说一个事情 那就是这一台路由器我同样要送给粉丝 因为我留着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买它呢也仅仅是为了折腾一下 看看这款路由器值不值得入手 来告诉大家 抽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下面评论 只要你的留言里面还有新路由D2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如果你是在Bilibili看到我这一期视频的话 当然前提是我这一期视频能通过Bilibili的审核 如果不能通过的话 那我就截取前面的这一部分 或者是把我这一期视频做一定的删减 总之如果你在Bilibili看的话 同样也可以在评论里面留言 只要你的评论里面有新路由D2也同样可以参与抽奖 我也就不需要大家去转发等等等等了 不过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必须要关注了我的频道 因为我上一次抽过牛星计的时候 Bilibili的那位朋友 他并不是我的粉丝 他并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去注意 但是很多粉丝朋友注意到了 他们觉得这样并不是很好 如果你想参与抽奖的话 那就是在下面留言 无论你是在YouTube还是在B站 都需要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呢你才可以是一个有效的中奖名额 当然这因为是两个平台嘛 所以呢我同样还会再去买一台来 一共有两台 B站一个 YouTube一个 OK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来折腾这一台 New Wi-Fi D2 在刷机之前我们首先要把这台路由器接通电源 然后它的LINE1接口和我们的电脑相连 这样呢我们电脑才可以进入它的后台 首先我们先打开浏览器 然后输入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是New Wi-Fi它默认的后台地址 进来以后我们首先初始化 如果你并没有这个初始化界面的话 SCP 然后主机名为我们这个路由器它的后台地址 然后端口号是R25 我们不用赶 用户名就是ROOT 然后它的密码是我们刚刚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填入的那个密码 然后回车就会进入到它的路由器的目录里面 然后我们在右侧找到这个文件夹TMP 然后进去 在左边是我们电脑的文件目录 在电脑的文件目录里面我们找到BREAK这个文件 然后把它拖到右侧的TMP这个文件夹里面 导入到这个文件夹以后我们打开电脑的命令符工具 如果你是My系统的话打开终端也是一样可以的 如果你是Win10系统的话 直接用命令符工具就可以使用SSH命令 我这里是Win10系统 所以我就直接使用了Win10的命令符 打开以后我们输入SSH root at我们这一台路由器它的后台地址 密码就是我们刚刚在初始化设置的时候设置的那个密码 再进来以后我们输入CD空格 斜告TMP来进到TMP的这个目录下 然后再输入这一段代码 输入这一段代码就是来运行我们刚刚导入的那个 BREAK文件 在按了回车之后是没有任何返回的 然后呢我们电脑这边就不用管了 在路由器重启之后 或者是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之后我们直接拔掉这个电源 然后再等一会儿 等个几秒钟 然后我们按住这个reset键 按住这个重置按键 然后按住它插入电源 再插入电源之后 大概等个五秒钟左右 再把它松开 然后我们再回到电脑上继续操作 在浏览器里面输入192.168.1.1 然后按回车就会打开BREAK 运复控制台 这个界面就是大家所俗称的那个 不死平台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首先点击一下固件备份 把这两个东西先备份到我们本地电脑上面 然后点击固件更新 这里我们选择固件 然后点击后面的选择文件 这里呢我以这个潘多拉盒子 这个固件来给大家举例 选好固件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上传 然后升级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就可以随便的去给它刷 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系统 进入这个BREAK的界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 关机的状态下 按住这个Reset键 然后插入电源 然后开机以后再把它松开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BREAK的界面了 它的IP地址都是192.168.1.1 至于这一台新路由D2 它可以刷的第三方系统还是蛮多的 大家可以去恩山论坛 或者是其他的论坛去找一下 这里呢我使用的是一个潘多拉盒子的固件 很多潘多拉盒子的固件 是没有集成一些插件的 大家需要使用特殊的代码 才可以把大家想要的这个插件给掉出来 而我今天所使用的这个固件 它是本身就已经挂载了这些插件的 是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有一些固件是没有的 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 别装好以后说 我想要的某某插件为什么没有 它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它隐藏掉了 大家需要自己手动的去打开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而这一期视频 我也不和大家去讨论哪一个固件更好 哪一个固件更值得去使用 这个大家可以去论坛 自己去发掘 因为给它刷一个新系统 还是很方便很容易的 在重启完以后 我们依旧在浏览器里输入192.168.1.1 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 我们刚刚刷入的这个潘多拉盒子 它的后台 它的末日密码是ADMIN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它的系统后台了 然后在这个服务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插件 我们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是直接集成的 然后这些其他的设置 也和我们之前使用的LED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是OpenWrt系统的 接下来的设置就是大家去设置一下它的WAN口 让它可以正方上网 不过这里有一点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那就是在刷完这个系统以后 它的这个物理端口是错乱的 因为这一台D2它后面是有五个网络口的 但是在这个上面我只看到了这么三个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 不过只要有WAN口有LAN口就好办了 我们可以再接交换机 这个LAN口它是已经勾选好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内置的这个SSR它的相关设置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基本是够用了 我们打开YouTube搜索一个4K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能达到5万多 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是一个这么廉价的勾游器 这个速度对于日常使用来说是完全够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Fast它的测速 在Fast的测速里面它也能达到100多兆 其实无论是在YouTube上面看播放时候的这个加载速度 还是来测试这个Fast 其实它们并不是很精准的 所以呢这些数值我们也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只能大概的去反映一下这个路由器的性能和你这个使用的节点的性能 并不能完全的说明问题 好了 这一期视频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台新路由D2就这样了 大家别忘了去留言来参与这一台新路由D2的抽奖 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好歹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一共有两台B站一个YouTube一个 OK我们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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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